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美国商务部的这个部长雷蒙多 他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将很快就决定是否取消部分中国关税 这个是在星期天就7月10日美国东部时间 在美国NBC新闻的栏目叫做Meet the Price 这个商务部长透露他预计拜登很快就会拍板 他说我们应该清楚取消关税会有什么效果和不会有什么效果 比如取消关税并不会非常显著的降低收入通胀 他可能帮助实现的是消费者购买某些家居产品 而且他说对拜登来说最重要的是任何行动都不会伤害美国工人 他这段话呢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通常在讨论什么呢 讨论这个拜登政府是否要取消对华加征的一些关税 在川普总统时期加征的一些关税 因为打贸易战的时候 为了保留这个威慑手段 因为你要实现你这个中国政府要实现自己的这个采购的这个义务 在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定采购承诺 要采购2000亿 那么现在不仅没有加增2000亿 反而比当年的还要低 比2018年的采购还要低 那么在这样情况 显然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中方是没有履约 没有完成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拜登政府说想放水都不容易啊 就说拜登这边考虑的什么呢 就是美国这个通货膨胀高企啊 这个通货膨胀就发那么多钱嘛 放了那么多水啊 结果搞成那个CPI啊 这个消费者指数高企40年来最高点啊 在五月份达到8.6%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物价高企呢 当然老百姓员声载道了 尽管这个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通胀率比欧洲还要低啊 但是美国人也受不了了 那么这个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11月份啊 中期选举啊 11月份参众两院啊 都要有部分议员啊 要重选啊 那重选的话呢 对民主党的选情是一个问题 现在呢 应该说民主党啊 在参院占优势 在众院呢 是50比50 但是有副总统啊 这个民主党副总统的一票啊 可以变成51比50啊 但是呢 如果说中院选举啊 因为你这个 CPI高企啊 消费者不满啊 那么 有可能你丢失啊 一个月 那你就成跛脚丫了啊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拜登总统他们这个团队就考虑怎么样啊 通过降低对中国方式的这个 关税这个方式来降低美国的物价 那从我的看法来讲 取消这个中方的要求是取消全部关税 会如果取消全部关税会不会显著的降低所谓的通胀呢 当然会啊 我认为是非常会的 因为它是对某些门类啊 这个假的税 这些税要减下来 它是数额巨大啊 因为从7.5%的税 有1200亿是7.5% 还有这个 2000啊 2500亿是这个25% 这是当时是对当时的销售额的一个征税额度 那么你想这个行业 本身中国这些行业都是威力行业 那你加这么高的税 当然是消费者承担不少啊 那你这个卖家也承担 生产商也承担 结果就会导致很多企业啊 他把单子转到这个 越南去订购啊 那么越南订购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采购商从越南采购 而供应商呢 也把组装成品在越南出口啊 所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 这个贸易额大增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绕开这个关税 但是这个这个结果什么呢 结果是帮助实现了一个产业链转移的一个功能啊 这个产业没有转移回美国 但是呢 从中国转移到了东亚啊 东南亚啊 那么取消这些关税会不会对美国影响啊 比较大呢 我想当然是比较大啊 因为如果说不这么折腾 那么你直接的这个关税降低25%的话 那么这个门类的产品将像洪水一样涌进来啊 那美国消费者可就啊 就就非常舒服了 非常舒服了 那么现在按照这个雷蒙多的说法呢 某一些家用的用品啊 是可能降下来啊 这个就是对美国的这个选民的一个福利 但是同时还不能得罪工人啊 因为得罪工人的话 工人的选票啊 也会有问题 那么根据华尔街有日报的一个预测呢 他可这个消费水 消费品中间呢 还有这个服装啊 和学校用品啊 可能会减少啊 可能会暂停啊 就是加征的关税 那么之外呢 还会有一个允许进口商 申请关税豁免 这过去也是允许的 那么可能门槛会降 过去的时候 就说你进口商 你得申请关税豁免 说这个东西 我只能在中国买到啊 只能在中国买 别处可能是过于贵 或者说没有啊 那我关税可以豁免啊 那你提出充分的理由 那么以后可能这个门槛会降下来啊 就是没有那么难去申请啊 那么这些可能会提 这个同时呢 还有可能会提高一些 战略性商品的这个关税啊 像什么工业机械啊 交通运输设备 这叫降低对中国 中国这个类似产品的依赖 同时呢 降低消费品啊 降低消费品意思呢 就是说让你和东南亚的这些厂商去 可以更好的竞争去啊 这对中国当然是个利好消息 对于中国现在来讲啊 这个出口不振啊 因为这个有一千多万大学生要就业 同时呢 这个工小失薪水 一直在往下降啊 那就是可以说对中国的这个制造业是一个强心针啊 对进出出口行业是个强心针 对中国的政策也是一个啊 对中国的这个生产啊 也是一个强心针 这也就是李克强啊 在这个前几天到福建考察的时候 强调的所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改革 而且承诺他不仅向东南四省一市啊 四省那四个省呢 就是江浙福建广东四省和上海啊 四省一市啊 这这这五个地区呢占了中央净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啊 而且占了这个经济体量的这个百分之三十啊 经济体量百分之 解决这个出口啊 占了百分之七十啊 出口啊 占了百分之六十啊 解决农民工就业百分之七十啊 所以尤其是解决就业问题啊 这个出口这些城市这些城市和就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福建 这个贡献太大了啊 就是对维稳啊 非常有好处啊 所以李克强啊 就是承诺啊 说任何时时候都不会这个停止改革开放 都不会关上大门啊 他是对这五省的承诺啊 实际上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看中国的刘鹤啊 还是王毅像跟呃跟耶伦建 刘鹤跟耶伦建和王毅和这个谁建提的都是关税问题 要求你全全面啊 这个把加征的关税拿掉 那么把这个关税拿掉啊 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 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这个呃也是李克强想要的一个东西 当然习近平也想要啊 这党国想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华尔街邮报还说什么呢 华尔街日报还说什么呢 说根据贸易法啊 这个第三三零一条款还会启动新的调查啊 针对他对这个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的补贴 这什么意思呢 极有可能一方面减征对消费品 普通消费品的这个关税 另外一方面呢 加征啊 你中国行业啊中国政府有补贴的 所谓的高技术项目的这个产业补贴的 那再给他加税啊 就是那 那就是这个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就是说补贴给这些产品 让美国啊 呃美国相应的行业 对这些产品形成依赖性 而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就要打断切断这个依赖性啊 所以说你看政府做事情是稀奇古怪 因为他不是从经济利益考虑 他是从政治利益考虑或者所谓安全利益考虑的啊 那么 这个中美两国呢 是在2020年啊 年底啊 签订这个贸易协定的时候呢 啊 美国保留了啊 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大部分关税 那他什么 这是一个协议手段 因为你得完成完成这个呃 协议增加的购买 你在未来两年要购买2000亿的产品啊 你你要增购产品啊 你要没有增购产品 那我怎么样 给你这个 把这些加上来关税给你减掉 我要保留我的这个惩罚手段啊 呃 这个惩罚手段是强迫你履约的 但是呢 有一个意外情况就是奥米克戎啊 呃 就是这个新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呢 导致了中国好像有充分的理由 就是说我没有能力采购 但是呢 又有了充分的理由 可以对美这个增加增加出口 哼啊 所以现在美方的说法呢 就是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值得取消关税的变化啊 那么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 他只是加大力度实施自己的战略 什么意思 虽然两国的贸易逆差啊 就从美国角度看 他更增加了啊 更增加了 但是如果说啊 拜登在这个 这个月啊 他如果说宣布了部分取消啊 对华的关税 那么应该说对中美关系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那么这个利好 如果说从政治角度上来讲啊 在二十大以前 七月份你做出来 那就是对 中共啊 对党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支持 或者说对习近平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支持 那么美国这个支持呢 也不会白给啊 所以他开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要你中国在俄欧战争上你要表态啊 你要表态 你要谴责俄罗斯啊 这是他提出来的条件 当然了这个条件 我估计习近平太难满足了啊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吧 那你不知道会是 下面是个什么一个状况啊 那么我回顾一下 就是在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 拜登呢 当然也需要啊 也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减少这个关税 减少这个关税有利于他的中期选举啊 所以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习近平为了他的二十大 拜登为了他中期选举 他们都希望什么呢 把这个自商啊 这个商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个关税政策给他挑一挑啊 双方似乎表面上当下又不付出什么 从经济上来讲 那这一定是两立的 那这一定是两立的 但是问题可能就是 从长期的这个战略角度考虑的话 又是拜登和习近平不一定很爽的事啊 就是两国的经贸又结合了 更深的结合在一起 习近平实际上也不喜欢啊 那美国的建制派呢 未见的就很喜欢 未见的就很喜欢 但是当下的这个政治局面 格局啊 双方啊 都面临一个重大的选举的时候 可能他需要啊 在国内取得一些啊 经济上的一些分啊 那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在2022年5月3日啊 当时的这个啊 美国贸易办公室啊 就戴琪的办公室 他宣布了2018年对华加征的这个关税啊 就是当时是有两笔 一个是340亿 一个是160亿 这两笔呢 清单啊 在7月6号和8月20号要结束 那么这个贸易办公室要启动审查 所以在这个一个情况下呢 就说拜登他要取消这个关税 他实际上的目标是要应对这个啊 所谓的物价飞涨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政治目标 这是所有的美国两院啊 不管是两党还是这个呃 这个非主流派啊 就两党建制派和两党非主流派 一致的看法 就要保持对中国的这个政治压力 那从这个目标上来讲呢 呃 似乎 所以你能看到雷蒙的淡化 淡化这个取消关税的这个意义啊 淡化他说 哦 他这个对通胀影响也不会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很担心啊 这个 会受到其他人的这种压力啊 受到几乎所有来自呃 两 建制派政治家和非建制非主流派政治家的这种压力啊 说你减轻了这对对对北京的这个经济压力 因为你呢呃在北京没有履约的情况下 你主动的放松这个放松这个关税啊 那么从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看呢 就是说一个就是啊 你必须这个啊 要抗击啊 这个物价上涨这个压力啊 另外一个你还要以强硬的对抗中国 但是这两个东西呢 是没法协调的啊 你要强硬力的对抗中国 那你减关税就很麻烦 减关税呢 就说是呃我要放松一把 我也放中国一把啊 所以减关税就成一个 那但是你不减关税呢 可能对你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啊 也就起不到作用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在2018年7月到2019年9月 川普是分四轮啊 对3700亿的中国产品啊 加征了7.5%到25%的税啊 那这之前呢 他是先从这个调查中国在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方面的这个301条款 特别条款调查啊 但是呢 因为谈判的时候呢 谈不下来啊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因为漫天要价就是所谓三个零嘛 零关税零币雷零补贴 那边呢就是 啊就是谈不下来啊 谈不下来最后川普就是 不停的加征关税啊 不停的加征关税 那最后达成的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那么现在的就是说 2018年加征的这个关税啊 四年期满啊 到期了 那么现在美方呢 想取消这个关税 那么取消这个关税呢 啊如果说会对中国哪些产品有利呢 服装企业啊 这个轻工制造啊 电力啊 这些有利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电力设备和机械设备 这一块呢是美国反而不希望取消的啊 就是说对于他的这个 他担心在制造业上形成依赖啊 那么 那么 那么当时呢 加征的这个四次的规模呢 一个是17年啊 18年7月份 他当时340亿啊 这个都属于比较高技术的啊 中间品 还有这个18年8月的160亿 这合计呢 就是500亿啊 这两部是不多啊 两部不多 这合计是500亿 这都属于中国可能有补贴的啊 但是呢 谈判没有成啊 那么在18年9月份啊 这个这个我们能看的非常有意思 18年7月份 8月份 9月份 川普加了三次亚 而且9月份这一次呢 是一下加了2000亿啊 一下加2000亿 这2000亿就涉及到了很多这个消费品啊 那么到了第四批啊 叫list4啊 第四批的这个 是又是个3000亿啊 又是个3000亿 但是他分了两部分 两部分就是4A啊 是在2019年9月啊 要加税率先加 这个是1200亿 剩下1800亿呢 是要定在12月份加啊 2019年12月15号加啊 叫list4B 结果呢 到这个第二笔啊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第四个表格的这个第二部分 1800亿 它是到12月15日开始生效呢 之前呢 12月13日啊 就达成了所谓第一贸易阶段协议啊 这个是谁让步了呢 啊 可能是川普让步啊 可能是川普让步 因为川普不让步 他就不得不对那个1800亿啊 也 也加上来 但是呢 中国是不是也让步了 也让 川普让步就说不不谈一揽子了 那么中国啊 也做了让步 就说我再购买你2000亿啊 这么换取个什么呢 就是对于前面宣布的1200亿 本来是15%的关税呢 降到7.5%啊 这个15%的关税是很重的啊 是很重的 因为这是消费品啊 这是很重的一关税啊 那它降到了7.5%啊 那么就是对于等于 List4 这个4B这一部分就不管了啊 就不再争了啊 但是呢 这个4A这一部分呢 啊 它就7.5就延续下了 所以就等于是有几笔 一笔是1200亿 是7.5 还有这个2500亿是25%啊 等于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500亿最早争的500亿呢 那主要是高端制造啊 主要是高端制造啊 什么电器啊 机械产品 汽车零部件啊 航天 航空器啊 这些 我估计美方不仅不会减征这一部分啊 减掉这加征的这一部分 可能还会给他们再加啊 还会加关税啊 因为他可以以这个中国政府给予补贴的这个名义啊 再去加 但是呢 你像这个什么家具啊 塑料产品啊 这些有可能会降下 有可能会降下 把这个关税减下来 啊 那么 因为你作为美国贸易办公室啊 代替他们啊 不得不处理啊 因为确实四年到期了 四年到期了以后呢 那你如果说无意义啊 这个就自动终止啊 那么谁还有谁谁会有有意义呢 有意义的那就说啊 你这些加税行动中间你的行业竞争者 美国企业啊 那你在提 你说你要一加税 可能会影响我的生产啊 影响我的呃 这个竞争态势 那么你可以加提醒加征关税啊 延续延续加征 所以呢 这一块将近400家企业啊 早已经在复审之前啊 他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可能会继续延续啊 继续延续 但是呢 从美国总统来讲 他是有权啊 把他停下来 把他停下来 啊 就是这个加征的 这个税啊 在四年到期了 我就把他停了啊 所以你说从中国啊 中国这个受这个影响比较大的纺织啊 轻工啊 电力和机械设备啊 这四块是受这个影响比较大的 但是呢 如果说从美方的意向来讲 可能就轻工纺织设备啊 纺织纺织服装这一块 这个税可能会减下来 因为是对居民的消费啊 这一块 但是对电力设备啊 机械制造这一块呢 可能会 可能会维持啊 甚至还会加啊 那么你像这个 什么家具啊 鞋帽啊 这些啊 这个在2021年 比起2018年啊 他的下下跌的幅度在14%到52%啊 你想他们怎么能承受 7.5%的税 更何况承受25%的税 反正有2,025%啊 所以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说要把这些关税啊 要要你减下来的话 那是不得了啊 那是不得了 我可以说是真是大洪水啊 这个相关的这种生产啊 那就是洪水一样就涌入美国了啊 那这样的话 产业链的这个往东亚的这个东南亚 像越南啊 这些地方的转转型可能就会停停下来 可能会停下来 当然了这些也不算是所谓的战略性的生产吧 可能是看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从美方来讲 他对你什么电子啊 机械啊 这些啊 他是不会轻易给你减税的 因为换句话来 理由就是你没有完成履约 而且你还有补贴 所以中国方面呢 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啊 但是呢 还是要更加全面的 你站在美国立场上 你去考虑他啊 考虑他 你就能知道 他们的这个界限在哪 从从美国内部来讲呢 他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人就是以财务部门 这个为代表的啊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 以政治部门为代表的 像财务部门 那就是雷蒙多啊 商务部长雷蒙多 耶伦啊 他们就主张大幅度削减关税啊 削减对华关税啊 这样能够减轻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压力啊 经济压力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戴琪啊 和沙利文他们啊 就是要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啊 还有一个折中的啊 就是这个星格啊 安全副顾问啊 他就说取消 他的主张取消大量 非战略性的中国的商品高数 高额关税啊 只维持有战略意义的产品的 这个高关税啊 这就是说对于你那个中间品啊 他是要维持啊 维持这个战略 像机械制造啊 电器设备啊之类的 但是对于居民的消费品 他主张是大批取消啊 大量取消啊 所以可能就是三千三千七百亿的五百亿维持 那么剩下的这个两千二百亿啊 大幅度啊取消 但是这些都只是讲现在的账 他没有算啊 你在中国政府没有完完好履约的情况下 那两千亿没说清楚的情况下 你这样大规模的取消会不会造成 别人觉得你美国没有信用啊 因为对方履约了 你也没有办法啊 你只能认可啊 这是一种非常软弱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话在共和党或者说中间派眼里头 会不会拜登政府就很失分啊 这个会不会对他的中期选举 反而造成另外的不利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随着这个美联储的不断加息 是不是美国的这个 所谓物价啊 已经停止增长 甚至有下降了 下降的局势啊 还有一个就是啊 这个所谓加税的痛苦 是不是你早已经 经历过了啊 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越南制造 这个这个马来西亚制造 印尼制造 或者说墨西哥制造 印度制造啊 以这个产业链已经开始从中国转移了 那么你现在大幅度的一削减啊 按这个安全顾问的这个副顾问的这个这个想法啊 那就是这个新格的想法 那可能又夸又回去了 啊 新格这个人比较有意思 他访印度的时候 访问印度的时候 他就是说对印度买这个俄罗斯油石油 他是能理解 但是希望呢你不要增加的太狠 他是这个性格看上的是比较折衷 他不像耶伦或者说 这个戴琪他们是各执异端啊 都是站在自己本位的立场上 当然做事情 成功人士好像大概都是这么一个特点 他不考虑别人 而考虑自己这这一块啊 你比如说耶伦和沙利文 他们都认为关税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筹码啊 耶伦在6月22号在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上说 一个谈判者从不放弃筹码啊 关税是一个重要的筹码啊 而且他说 关于短期挑战 我们能做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啊 关于这个 所谓通货膨胀 他把它看作是个短期挑战 他担心的是什么 你如果说把关税取了 你下一步更难制衡 制衡这个中国了啊 而且呢 你还很难对这个劳工啊 对那些啊 这个美国的企业和劳工 就是那些受到竞争威胁的啊 中国竞争威胁的 企业和劳工说什么 实际上他强调的就是属于那种高科技那块 这就是属于中间品制造那块啊 不是基本消费品 基本消费品美国基本上 别想了啊 他从中国走也不会回到美国来 啊 除非你美国的工资 你能够接近中国的工资啊 那么东亚 这个这个印度 印度越南 他们是因为中 工资比中国都要低的很多嘛 而且呢 你如果说减低关税啊 有可能会激怒这个工会啊 因为你这个造成这个美国工厂的一个就业机会的转移啊 所以拜登多次说他要成为是美国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 所以你看他从鼓吹这个电动车从来不离马斯科 反而跑到福特去啊 去去支持福特的这个电动车 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党派立场啊 也是一个工会立场啊 因为马斯科那儿 特斯拉那儿没有工会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像沃伦啊 这样的这个进步派啊 民主党的进步派 他们也反对关税啊 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保保中国保他们的一个工会啊 工会盘 你像这个 呃 像这劳联产联啊 钢铁工人工会啊 雇员工会啊 这些都是 有问题的啊 就是对于你这个减 减关税这个政策啊 他都是觉得有问题的 那现在呢 当然是 现在这个关税的审查延续 虽然已经到期了 但是有400多个企业 要请求这个延续啊 所以他这是自动延续的 自动延续的 那么现在呢 据说这个3700亿商品中间呢 只有100亿进口产品是目前考虑的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可雷蒙德讲的这个数字呢 可能还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比这个100亿要大得多了 搞不好上千亿 但是你这个上千亿的规模的这个量 你一旦释放出来 是不是你对中不够强硬啊 也成为一个说辞 所以他要对冲啊 拜登要对冲 一个是他要对冲什么呢 要对冲就是 对这个高科技产品啊 要加税 这要对冲这个 另外一个他要干什么 要中国在俄欧战争中间 要给他拿拿一点礼物出来啊 你这个表态上要拿点礼物出来啊 毕竟他这个减税啊 是对中国的产业 对中国的经济一个巨大的一个支持啊 巨大的一个支持 那么那就说是等于把这个产产业外移的啊 产业链外移的这个势头就给停下来了啊 另外一个在习近平二十大之前对习近平啊 连任也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啊 以为你经济状况不好又不断的搞同态清零 这个会非常难难难难受啊 会政治上会出现一些不可测的因素啊 当然习近平是不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这就不太清楚啊 那如果说从拜登角度来讲也可能更愿意在二十大之后啊 啊如果习近平已经踏踏实实的连任了再说啊 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他们在十一月份会见面吧 十一月份而G20上 那这个时候啊就知道习近平是不是还是还是总书记 因为他肯定还是国家主席是没问题 但是是不是还是总书记那也就落定了嘛啊 如果在这个之前你调了关税最后出现一个叫叫什么黑天鹅飞出来了 他不是总书记了那怎么办啊 所以从拜登这边来讲关于关税的问题 这叫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也可能他并不愿意莫名其妙的现在去支持支持习近平一把 而且习近平也未见得看得很清楚啊 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去争取你这个啊 关税减免去 但是中共内部的建制派刘鹤他们王毅他们 李克强他们对这一点是看得非常清楚 习近平也可能很清楚 但是呢装子不在乎啊就是好买家啊 我装子不在乎就是压价嘛 所以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呢 我一直是想跟大家来谈啊 但是呢可以说从上周一直拖到现在 因为我发现虽然说这个事情呢 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当时就讲啊很 这一周啊都是华尔街日报这些很确凿的 研着做作就说这一周啊拜登总统就要宣布了啊 就要宣布这个减去这个关税了 减免对华的关税了啊 那我当时想我说 那就等他宣布了以后我们再来做节目啊 等他落定了再做 哎结果上周也没有宣布啊 没有宣布的同时呢 我又准备了这些方面资料 我最后发现呢 因为用用你经济学的这个角度去想一下这个事 这是个了不得的大事情啊 尽管这几这两年中国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持续 顺差持续增长 似乎出口没有问题 但是你没有想到的话呢 如果说在这么一个 呃似乎 川普总统这个没有起到作用啊 啊啊 他又不买不加加买这个2000亿的这个这个采购 而且在2018年的基础上不仅没有增加2000还减少了采购啊 甚至在今年前五个月对美增加了15%个点啊 比115年比2021年2021年增加了按美元计算增加了30%的出口 对美 那么今年前五个月增加了15%的出口 但是今年前五月从美国增加了进口只有4%啊 所以中国现在是像批修一样这个只 呃只进口只只出口不进口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似乎是在有点像俄罗斯一样 他在备战一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 啊如果说美国把这个像拜登总统啊 向他的这个富安全顾问辛格这个建议啊 对于消费品这个全部放啊 战略物资的不要放啊战略是产品不要放 那大概也就是2000多亿的这个按18年的这个看法是2000多亿的这个额度啊 但实际上呢中国这个生产力可是不是2000亿的一个生产力啊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说你把那个25啊 呃中间有1200亿是呃7.5% 还有个还有一个20002200亿啊 还有个2000亿对还有个2000亿是25%的关税你拿掉 那这个300030003200亿这个规模可能变成6000亿都有可能 因为他是针对那个门类实际的这个管水嘛啊 如果这个这个门类本来都是生活日用品 他的税就他的利润就很薄啊消费者也是比较斤斤计较 突然之间政府不收那个四成的价格啊那个税了 那消费者会大买啊消费者会大买啊生产商会大供啊啊 啊那这个生产力中国那些企业哈哈哈哈又又又又一下子又全开动起来啊 开动起来不存在官场啊 那么你农民工的这个问题李克强在福建讲的这个农民工就业问题啊 还有大规模反评问题很多问题哗就解决了啊 那么这个解决之下呢大家会说什么还是我当牛啊 好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再次感谢节目组同事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感谢您的观看